這下終於能回去了 各位,最近為止謝謝你們 真的,要走了嗎? 不要哭坑啊,我們會再見面的 欸?游西亞有家在這附近嗎? 我出雲的話告訴我柱子 我要到你家燒 啊不是不是,我要去你家玩 絕對不能告訴他柱子 到他家燒什麼 幹你這柱隊友,閉嘴 游西亞,恭喜你出獄了 可別忘了和我直接對決喔 我當然記得啊 欸?什麼對決? 喔這個齁,是女孩子間的小秘密啦 欸?太尖詐了 啊游西亞,你一路辛苦走到這,做得很好 蔡大師各方面都謝謝你了 也謝謝達米安 這份東西先勸你,只是暫時放過你而已 燒炭嗎?他把他房子燒掉啊,燒炭 開始寂寞起來了 有計畫啊,下次什麼時候回來嗎? 一輩子都不會有計畫再進監獄了 喔,是喔?那快走吧 那地方久待了,永遠不是一件好事啊 恩 再見了,騎士 喔 他已經贏了,謝謝騎士 呵呵呵呵 他已經獲勝了,不用講了 好了,回家吧 在漫長又短暫的,非同尋常的事件宣告結束 我如同往常一般回隔平反的日常生活 幾年之後 然後 所以那個殺人魔端怎麼被逮到啊?沒有 感覺沒有 欸,剛好的麵飯好好吃喔 差別發現是我偷之前趕快吃掉吧 感謝 ST Rey Wiz 你們在追隨 謝謝您 Youtube這邊訂閱 奇怪,為什麼Youtube有 然後那個Twitch沒有 奇怪 偷別人的東西是不對的 啊,那你就不要吃啊,我吃掉囉 我也要吃 你們幾個 啊,Youtube姐姐 喔,你們要偷東西了齁 我也是不得已的嘛 肚子很餓啊 既然不可以偷東西 那Youtube也吃什麼食物給我們吧 沒有那種東西 小氣鬼 不過,我可以教你們食用的植物 植物? 嗯,這些花花草的榨乾山都野草 有些人食用 味道還不錯喔 如果你沒有幫助幽靈的話就是其他結局 對啊 所以到時候,有空的話我們來試看看啦 今天的話應該不可能啦,那麼晚 這附近也有嗎? 當然啦 那樣的話肚子餓的時候只要吃那個 就可以不要去偷東西了 就是這樣,我們走吧 這裡什麼時候變成戳惡所啦 這裡什麼時候變成戳惡所啦 這裡還真是熱鬧 其實 好久不見啊 以外求生嗎?還有肥美的蟲子也是蛋白質 你那裡出獄了 什麼時候 只要跟我說一聲我就會為你接風的 喔,昨天剛出來了 找我的嗎? 喔,不是的 因為這裡是我故鄉 只是回來看一眼 喔,也對 其實神說過他出生於貧民窟 又不是來找我的啊 蟑螂老師 阿,昨天的大哥哥 真的耶 欸,昨天大哥哥在找我姊姊 果然就是這個姊姊吧 喂 喂 喔,都告訴你了 快把吃的拿來 在找他姊姊什麼意思 昨天啊 這個大姊姊尋找優西亞姊姊喔 所以我們就告訴他 他會經常來這裡 喂 其實 是嗎?果然有在找我 呃,好吧 可是 我現在只有躺喔 這樣走些吧 耶,謝謝 謝謝 我們走 笑死 真的是笑死人 真的好久不見 大家都過得還好嗎 呃,鬧轟轟的有精神了 特別是柯 柯納特特 特 尤其是柯納特特別開心 他行李快見滿 馬上就要出獄了 我想達米和多尼斯出獄的日子 應該也不遠 是嗎? 真是太好了 理解他啊 胡思丹丹的打算 一把火燒了整座間 也被大家拚命阻止了 呵呵呵呵 幹我就知道 呃,反正 看著他什麼腳亂的身影 你其實很開心吧 嗯,你真懂我 你覺得 那裡很多不同 很多有個性的人 生活都不會膩 好純情 塞拉斯還沒變 在監獄裡強迫推銷商品 給囚犯們賺的錢 看著我們也相處得很好 現在環境真是料想不到的舒適 真有塞拉斯的風格 所以你為什麼會在這裡 聽那些孩子說 你好像每週都會過來好幾次 我有一件事情想做了 想做的是 嗯 我以前夢想是當上警察 哦 是啊 你曾經提過這件事呢 說起來 以警察當自願的人卻進了監獄 哈哈 太有 哦不是 太可憐了 你剛剛想說太有趣了吧 哈哈 別在意 你繼續說 改天繼續說下去會被你笑有趣 我想成為警察把所有罪犯者抓起來 因為我以為只要這麼做 就能降低犯罪率 如果讓你不愉快的話 我很抱歉 老實說 我曾認為犯罪者終究是犯罪者 看我們是不同一類人 帥都戀了 我比較好奇塞拉斯的故事 他講啦 塞拉斯他就是 他是毒品 他是毒品販賣的中介人 他是他中間人 然後他那個什麼 無疑間發現了黑手黨的某個交易 他選擇是莊重沒有看到 可是黑手黨人不這麼認為 要抓他 他為了逃出去啦 應該說為了好好 為了能夠好好睡一上一覺 就是 不要每天提心吊膽 擔心自己一天醒來 頭又不見了 什麼的 頭不見了 腳不見了 眼睛不見什麼之類的 所以他決定自首 跑進去裡面 他看到了什麼不知道 但黑手黨做的交易 基本上都不會什麼好東西 所以這其實可以想像得到 但我記得今天遇見你和大家 也知道了大家的事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環境 生活背景的想法 所以並不等於犯罪就是一件好事 我才發現 大家都和一般人一樣 都是只要生長環境不正常 或走錯一步 就可能會犯下過錯的人 我一直以來見識到世界原來是這麼狹窄 所以我也想幫助他了 讓他們即使不善罪也能生活下去 我希望可以減少像你 或柯娜一樣有著悲傷記憶的人 哇 還真是誇大的想法 具體來說你答案怎麼做 我想來這裡蓋學校 蛤? 再平地哭 嗯...說是這麼說啦 可能只是小規模的私屬吧 具體那些孤兒 有一個叫他們自謀生計的能力 並且叫他們和其他小孩子 互相合作 不靠犯罪就能安穩過活 原來如此 我現在知道 你經常往來這裡也有 不過到頭來 這裡就只是你自我滿足吧 是啊 或許是這樣吧 這只是為了實現我 降低犯罪率的夢想 所謂的自私 不過 如果我做的事 能夠幫上某個誰的話 這樣也無法 重新能重 欸 這就是為什麼 有些東西叫做 不要說出來會有更多 遐想空間的原因 如果 我們都已經知道說 那個 賽拉斯看到什麼東西 對不對 那這樣就沒有遐想空間了嘛 故事就是有趣在這裡 永遠都會有 讓你遐想空間 搞不好 可能是他看到跟某個男的 群群叉叉 他是在下面的那一個 呵呵呵呵 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我什麼話都沒有講 搞不好他是被重新的那一個 欸 如同從監獄出來的那天 決定好了 我現在上的教室學程 即使是還在念大學也能取得教室指證 我想今年春天就能畢業了 有可能 在街頭上向市民募款 獲得資金支援的話 畢業之後 我就到這附近 在一間小屋教孩子們 所以那個 到時候這句話實現的話 我想請騎士來幫忙 欸欸 我 為什麼 騎士你還記得嗎 我在 我在監獄時前路禁止區 被關進懲罰室事情 痾 記得是記得 那個時候我差點放棄了 心想著該為一輩子都出不去了吧 但你鼓勵了我 因為那可能只是你的五星之巨 但如果沒有你 我今天就不會站在這裡 所以 我感覺 如果跟你在一起的話 萬一那什麼事我都能提起乾淨 因此 拜託你了 他臉紅了 痾 感覺有多麻煩的 啊其實 果然是不行嗎 痾 你還在做什麼 欸 這邊啦 我知道一個可以蓋小屋好地方 既然要做要選自己喜歡的地方 不是嗎 算啦 如果不去也無所謂啊 泡植街喔 也應該是某人要呼喚女主長那裡 會更好 更多 空間給遊玩者小小的空間 會看到你們節目 我要去 哇 講不如非啊 不是 既然在這裡是要給好的結局 那他就是要給個交代 而不是說給個半 那個 不甘不脆的 像這個的話就 就要給完好的結局 對不對 這個東西 如果你 如果你 那邊 還留給別人想想空間 我告訴你 你那個只會被罵翻了 好美 如何 很不錯的地點吧 嗯 呃 關於剛才的話題 呃 我真的可以 如果讓我交的話 孩子們都會變成說謊的 狡猾奸詐的大人 加到孩子們的是我 其實你只要在我遇到煩惱 會遭受挫折的時候 鼓勵我就可以了 是嗎 你也真是嫌不住 那麼你就盡可能的 蓋出不錯的小屋吧 難得我提供了我很滿意的地方 你會 勾住我好 我的歸首吧 嗯 還有 等待你回來的人 也會很快聚集出許多 多到能吵吵鬧鬧的程度呢 哇 那真是太棒了 呵呵 你真的這麼覺得 誰曉得呢 呵呵 一定會很棒 或許是吧 會不會說 原本可以變神奏的 之類的 呵呵呵 有他這個結局給的就不錯啦 他們兩個或許之後 有可能會這樣一直 呃 手拿手 持續下去 也許會 也許不會 很難講 方 呦 方 那個騎士哥那個誰耶 由西亞寄給他的書 喔 然後這是那個誰 妹妹跑去看迪西 那個迪西的妹妹跑去看迪西的 呵呵 不勝一個足球隊嗎 喔 他後來跑去當魔術師喔 讚喔 死死死死死 他跑去 呵呵呵 跑去追達米安 呵呵 做得是他有幫忙追到嗎 達米也感覺不好惹耶 可是 比較認真的 那個 他也蠻壯的 喔這是 那個安娜警官嗎 在煎熬度過餘生 所以那個殺人魔到底怎麼樣啦 這個為什麼沒有要講呢 那邊搶巧克力吃 跟小朋友搶巧克力 感覺有點像佐助嗎 呵呵呵 可能他是以佐助為藍本做出來的人吧 不然就是剛好風格很像 幻想很像而已 Happy End 各自新的開始 我覺得可以 那麼這一集影片就到這邊告個段落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可以在下方點選喜歡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給予支持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在下方點選了 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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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